哇哇哇 男的帥女的美白 備受期待的驚悚恐怖片 目擊者手印會 導演演員齊聚一堂 破冰儀式上 莊凱勳帶頭狂敲猛敲 希望敲出破譯的好票吧 水落石出 覺得自己能夠跟黃金組合 一起完成這部電影 感到相當的榮幸 莊凱勳也提到了 這一次拍攝時 有不少的怪事發生 拍到有一天就是真的 我們那場戲其實是需要下雨的 是 然後我們水色還沒噴 就一場突然一場大雨 然後我們就覺得 相當的合理 可是當我們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陣怪風吹過來 那個是我大概入行以來 在現場沒有看過的狀態 相信導演或其他演員也是 就是連那個燈都直接吹 快吹倒 就是逼得我們那天得停掉 導演擔心 演員多講出那個梗 都有可能會劇透 減少了觀眾的期待 為了不爆雷 現場特別準備圈插牌 讓演員們 以舉牌的方式進行訪問 膽小的時偉寧 除了再次挑戰驚悚片之外 在片中 改與莊凱勳有激情的戲碼 算是最大的遲度 也是第一次拍這樣子遲度的戲 主要是碰到信任的演員 跟給你安全感的導演 所以我覺得在現場 就是把自己交給他們 然後一切就順著那個 戲裡面角色情緒走 就還滿 真的是滿順利的啦 光緒告片 就讓觀眾血脈噴張 有望再次創下國片的票房夾擊 NOW NEWS新聞 甘政國 許雅醇 採訪報導